我就准备开始了今天的读书会 先跟大家说晚安 因为这个我发现好几个社群 大家晚上活动也特别多 特别多 那有些同学跟我讲 还在路上还在赶回来 或者说以前参加过 参加了别的社群 忙死了 一天都晚都在线上开会 那今天我来跟各位 今天我选的这本书 这是FBI的FBI谈判协商术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FBI谈判协商术 谈判协商术 这本书不是一本新书 但是它很有趣 那也有前几年也有同学跟我讲说 他们公司里面读书会在读这本书 那我也想说大家来看看这本书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 我来看 那么FBI协商谈判书 那它的原文是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那么所以我今天是从英文本上面来 跟各位来看 但是对照的中文版 各位你如果看了中文版 你也对照回来看 我觉得这个封面 台湾版的这个封面设计的比 英文版的封面好看得多 这个这本呢 Chris Voss这本书呢 它的新版的封面中间有一个裂痕呢 就Split the Difference 差距除以二 但是但是呢 在旧版上面 連Split Difference也没有 在中间那个裂痕没有 那个封面是裂痕是没有的 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就全部都是橘色的 所以这是一个新版的 旧版的这个书 那表示这书呢 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Chris Voss 就是这个作者 乍看起来有点像陈道明 就猛然一看 他是Kentucky的警察出身 后来进入BI 负责人质谈判 所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警察 他不是一个学界 他是实务界 他是警察 警察然后在FBI ABI里面呢 然后就负责了这个人质谈判 那么后来离开FBI以后呢 自己也开了器官公司 那在交别人谈判 交别人谈判 事实上我最近认识好几个 以前在德国有几个也是 交警察的这个谈判 那么台湾的警察谈判 这也大部分也是 也是我教的 那么所以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里等一下我再给你讲 说这里有什么的差别 这边负责人质谈判 他将人质谈判的经验呢 写成这本非常实用的书 所以这个书基本上 还非常的实用 总共他是2016年出版 总共有十个chapters 有十张 有十张2016年出版 所以大概是六年前 六年前 所以这个Chris Moss 那这个人呢 很有实物坚硬 但是你如果看他的书啊 你发现很屌 你知道吧 神奇不得了 就是他这个不断的批哈佛 他其实基本上 他就是反对哈佛这一派 那么呃 其实他有些批的有道理 有些批的 我觉得他是误会 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有些他讲的没道理 你知道吧 有些有道理 有些没道理啊 但是但是他起码是代表 他是另外一派 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到 哈佛这个学霸 或者学法 这个也已经掌控了世界很久了啊 嗯 但是他们美国人自己 也有点反弹 你说像我以前 我们读了宾州大学这一派呢 他就对哈佛这个不满意啊 那这个 这个Chris Cross 这个Chris Voss呢 他也不满意啊 他基本上呢 Voss基本上反对哈佛那一派 他认为在人质谈判上 根本没有用 你如果看他的书啊 他的书呢 他每个chapter 每chapter前面都会讲到 都是讲了一小段的人质谈判的一个故事啊 那他怎么人质谈判 他当然有成有败了啊 那人质谈判的一个故事 那人质谈判的故事呢 呃 然后就讲 在一开始当然讲他自己的哈佛 他到哈佛大学 然后在哈佛呢 在哈佛里面呢 那么哈佛的人 他跟哈佛的教授谈判 谈判呢 结果后来就是看到哈佛教授 也是甘拜下风啊 就觉得东西他根本 他他比这个 他觉得哈佛这个谈判好 他能够把一些哈佛的名教授给摆平了啊 所以他基本上说不通 哈佛基本上不通 那不通呢 但是但是我来告诉各位的一个 啊 那么那么呃 所以我跟你讲说表现在他们没用 他说哈佛那个教的太理性 那很多谈判不是这样的 尤其跟绑匪谈判的 他需要是老派的情绪战术 和同理性 啊 他里面介绍的同理性 他老派的情绪战术 哈佛那个是理性的 他基本上是感性的 啊 你基本上两派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呃 他是警察出身 他是FBI 但他没有说动不动用枪啊 什么的 那么他基本上是比较 比较感性的啊 感性的 那么跟绑匪谈判呢 他说老派的这个情绪战术 和同理性 我们先看哈佛这一派 如果各位你如果不熟的话啊 嗯 其实我们在谈判书 已经大概读了一些十九二十本了 但是想我们先了解 哈佛这一派主要他几个重点啊 他最标榜的就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在书上也有讲 他是把人和事情分开 啊 那人当然包括情绪啊 人和事情分开 人和事分开 所以哈佛那一派的讲法就是 呃 对方这个人呢 他其实他不是我的敌人 也不是我的朋友 他就是解决问题的partner 啊 那他讲人和事分开 那以前早年我上谈判课的时候呢 我也常讲人和事很难分开 果然美国内部有很多很多的反弹嘛 啊 那人和事分开 你看啊 哈佛根据哈佛这一派的讲法就是 你人是讲原则的啊 对不对 可是你想想看就我们中国人来讲 如果说昨天晚上我跟你到喝酒啊 咱们这个勾肩搭配bodybody非常好 然后今天呢 忽然就讲说一码归一码 喝酒归喝酒都等于我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你会觉得我是很有原则呢 还是觉得我很不够意思 啊 基本上你会觉得我很不够意思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以前我这样讲 人和事很难分 那现在这个作者也是这样子 他说因为他强调情绪嘛 那你若把人和事分开了 那情绪问题要谈什么呢 啊 可是偏偏 这也是哈佛大学的一个重点 人和事分开 第二呢 他是讲说 把重点摆在对方的利益 不要在立场上缠斗 哈佛这一派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position和interest分开 好 position和interest分开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大家不熟的话 我跟各位来解释一下 哈佛这一派呢 哈佛这一派基本上 比如说这是一个利益 利益 利益上面呢 可能有他的立场 啊 他有不同的立场 或者我们简单讲 不同的方案 那反映出来 不同立场 不同方案 那每个立场都是为 同一个方案服务 同个利益服务 所以哈佛这一派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要抓住利益 你不要在立场上纠结 你不要在上面纠结 因为你不管这个就叫position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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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纠结 没有意思 重要的是要抓住他的interest 所以哈佛特别强调这个重点摆在对方的利益 不要在立场上缠斗 那可是就作者来讲呢 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你想要吗 什么很大的困扰呢 重点摆在里 他发现他跟绑匪谈判的时候呢 本来啊 我给你哈佛这一派的意思就是 你要问他 那你要什么呢 我希望问他 那以前我在上谈判课的时候 我就讲说 有时候你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个 他不见得会回答你 但是这个作者呢 本书的作者他说的更有意思 他说有的时候跟绑匪谈判 绑匪自己都不知道他要什么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他要什么 你不能假设每个人都理性 对不对啊 当你每个人都理性的时候 当你不能假设每个人都理性的时候 他就不晓得他的interest是什么 那你又要去探讨他的interest 那你当然看不出来嘛 哈佛的第三个呢 是和对方合作 创造双赢的结果 双赢的结果 那么这个Vos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ABI的这个这家伙呢 他是讲说 常常 等一下我给你讲 他他认为哈佛的双赢呢 就是把差距除以二 割让一半 然后他说这个双赢本身呢 这个太太软弱 太软弱 然后第四呢 他说建立双方同意的标准 来衡量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这个方案到底好还不好呢 因为哈佛的这一派长强叫 smart negotiation smart 那smart negotiation的话 那怎么叫smart呢 就是你要谈的结果 应该是比备案 比备案要好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今天我不跟你谈 我跟别人谈 那我跟别人谈的话 那那个备案呢 就是alternative 我跟你谈的结果 一定要比我跟alternative谈的要好 要比备案好 那这个有的时候有没有备案 这当然有的讨论 但是这基本上作者列出来呢 这就是哈佛的谈判的几个重要的支柱 但是作者基本上他不买单 他觉得你讲的一个不对 那我对哈佛的这一部分呢 有的同意 有的不同意 那作者呢 吵架嘛 你知道你看那个书 看到他里面就是文人相亲 吵架嘛 跟我们今天看 看那个宾州大学写的一样 也在骂哈佛这一派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在哈佛树大招风嘛 你晓得哈佛那本书 Getting to Yes Getting to Yes 几乎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本谈判书 1981年出的 到1991年的时候 全球就卖出两百万本 两百万本 但是当然就有很多人不服气嘛 就他那本书也没那么好 我也觉得没怎么样 就是他他就基本上就讲说 你如果学会哈佛这一派 然后你发现跟人质谈判 你说我们来双赢 找出真正的利益 有种理性 你根本就撞墙 因为行不通 行不通 所以呢 我同意Vos的这个讲法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两条路 哈佛这是一个Vos呢 Chris Vos呢 他是另外一个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往下看 Vos表示呢 他认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哈佛心理学家 Cumman呢 就这两个呢 Versky和Tversky和Cumman 那么Cumman的理论呢 更贴近事实 更贴近事实 他们的研究 这两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跟心理学家研究呢 发现呢 他认为感觉是一种思维方式 Feeling is a form of thinking Feeling is a form of thinking 所以你要思考 你一定要注意他的feel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Vos呢 他指出很多学者的讲话 来支撑他的一个论点 Feeling is a form of thinking Thinking那这两个学者呢 其实就是写快思漫想的作者 就是 Cumman啊 什么就是 他们就是写这个快思漫想 那他们这个讲法呢 就是Vos用快思漫想理论 来支撑他的主张 快思漫想书中指出呢 人的思考是有两个系统 系统一是直觉的 情绪的快速的反应 系统二是属于思考的 逻辑的 缓慢的 一个是快思 一个是漫想啊 好 然后他的系统一 影响 而且导引系统二的理性思考 所以当谈 所以作者呢 Vos就讲啊 他就拿这个理论来讲 他说当这个谈判对方提出建议 或者提出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是情绪性的反应 就是系统一 然后引导系统二提出答案 我们马上就是情绪性的反应 生气啊 愤怒啊 然后这个系统 这个是快思了以后呢 然后就告诉系统二啊 就把这个感觉给他 然后说你去找一个answer 来那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系统二 解决是被系统一的情绪所影响 所以你说很理性的思考 你以为很理性 理性的前部前段 就受到情绪所影响 所以feeling is a form of thinking 是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抓到这一点 所以Vox就抓了这个理论 来支撑他 他说你看 你说我们讲的怎么理性 阿佛大学讲理性 这理性你忘了 理性只是系统二 但是你系统一呢 那前面是感性啊 前面是情绪啊 你怎么可能不考虑情绪呢 你怎么不考虑 把人和人和事情分开 怎么可能呢 总是这样来看 而他也表示呢 在人看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有认知的偏见 我们都有一些偏见 而这些偏见 扭曲了我们看到的事实 就是我们刚刚看 我们所看到的reality 但是我们的reality 是被扭曲的 扭曲的 所以你要晓得 那有的时候 我是顺着这个扭曲 对吧 有的时候呢 我必须抓到这扭曲 你看Vos挤出几个重要的偏见 我想大家看 我们读书上读过很多 第一个就是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 就同一个方案 因为用来诠释的框架不同 人们的反应也不同 不一样 对不对 同一样事情 其实你说 以前我们讲说 做说服的时候 我在谈判课上 常常说服 我说得失 或者说是对错 对不对 那么或者说是 HN到底是 你是是非 什么 那这些都是我们说 我们心中好几把尺 我们心中有好多尺 我来衡量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得失呢 它是对错呢 它是厉害呢 对不对 以前我们通识讲 好几把尺 那这个尺就是framing 就是框架 那以前我们讲 几本书 Pitch了 那本书就是讲框架 同事情 我是用 我认为它是一个福利呢 它是服务呢 这个就是框架 而这个心理学者指出来呢 这就是框架效应 而Vos也强调这一点呢 像这点框架效应 同个方案 用来诠释的框架不同 反应不同 那另外就是 我们也常很熟悉的 Prospect Theory 展望理论 展望理论是 人们在面对所得的时候 比较会保守 面对损失的时候 比较敢冒险 我想这个感觉很熟 那整本书呢 因为它讲到情绪 讲到什么 整本书 它讲到战略的 战术的同理性 Tactical Empathy 战术的一个同理性 它说 它讲的倾听啊 就是Vos讲的 它说倾听呢 就好像Martial Art 就好像中国功夫啊 就好像武术 Martial Art 要平衡非常细致的情商 和强制影响对方的技巧 所以有的时候 你是非常强势的 坚决主张我的 我要影响你 你要追随我 那另外一方面 我是非常细致的 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那是不是 我能够就好像 我们讲的Martial Art呢 就是讲到一个武术啊 讲到人的一个平衡 所以它就 它就讲 所以它里面 你会看到它的书上 它也养到平衡 它也讲到柔道 讲到 讲到相扑 什么都有啊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基本上慢一点嘛 那么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像平衡 非常精致部分 或非常坚持的一个部分 然后进到它的心理 但是同理心呢 你安抚这个囚犯嘛 对不对啊 安抚这个绑匪嘛 那同理心不只是感同身受 你更要说出来它的感受 又非常冷静的 前进的 那么将其讲出来 它把它叫做贴标签 Labeling 就是我们这个翻中文来讲啊 Label Label是标签嘛 Labeling 就是 就是我 我平常一般来讲 谈判是这样的啊 我今天两个跟你吵架 对不对啊 那有的时候 我贴标签的意思 就是我跳出来 然后在想 你看我们刚刚的那个行为 我们像不像两个小孩子 我回来看看 回想 回看看我们刚才那个吵架啊 真像两个小孩子吵架一样 很好笑 因为幼稚 我在干嘛 我在为我们刚才的行为贴标签 Label 但是我们中文讲贴标签 这基本上negative 对不对 有的时候英文倒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positive negative 没有说正面反面 负面的意思 那中文讲贴标签 感觉上你干嘛让给我贴标签 你干嘛给我扣红帽子 你干嘛给我扣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啊 我们中文讲贴标签呢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那么可是 可是在西方上讲 Labeling 他就是标签 就是把他讲出来 讲出来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他方式讲了他的例子 他说他跟绑匪讲啊 看来你不想再回到监狱里 就是他跟着吵架 就安抚你情绪 对不对 然后我贴个Label 看来你好像你不想再回到监狱里 这个就是Labeling Labeling 那么也化解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你不要小看 这点很重要啊 看来你并不想再回到监狱里面啊 那我是绑匪 我当然说 对啊 就是你别把我再送回到监狱里面啊 对不对 你能够讲到我心中的恐惧吗 我很怕再跑去吃牢饭嘛 我很怕你在把我送回到监狱里面嘛 对不对 你不能跟他讲说 我告诉你啊 你再吵我把你送回到监狱里面 你威胁他 你说我把你再送回监狱里面 我再把你关禁闭 你看他翻不翻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牢头 你若是典狱长 你要跟他们讲是讲这个话 哎 看起来 看来你好像不想 你应该不想再回到监狱里面啊 你看来 而且你不是嘲笑他 懂吗 你不是嘲笑他 你是就讲非常respectfully 就是你非常的虔诚的 虔静的 你很就是很诚恳的 就是说 很冷静的 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的嘲笑 不是啊 你想的吗 那基本上基本上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修养 对不对 就是labeling化解了对方一些紧张的一些气氛 看来你不想再回到监狱里面 好 所以各位你想的labeling是这样子啊 你看如果我不把它插出来讲 说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小心点 我再把你送回监狱 那你就看不出来这两个的差别吗 哈比安的Vols介绍了FBI危机谈判小组 他crisis negotiation unit 发展出来的改变行为阶梯模型 behavior change stairway model 啊 BSCM 这个阶梯模型呢 总共有五阶啊 第一个是active listening 积极的听 那如果如果说各位 你如果不熟的话哈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们在过去谈到听啊 都基本上是比较消极的听 啊 消极的听 消极听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说 我听 好 那你就问了 那他说我听 万一他不说呢 对不对 你这里的问题就是 万一他不说呢 万一他不说呢 对不对 那你就傻眼了 对不对 所以才有那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说我们是积极的听呢 我们再加一个 就是我说啊 就是我问 他说 我听 就是我前面多一个我问的部分 多一个我问的部分 我问的部分 那我要问他 引他来说 那我这个问 也不是随便问 通常我们都会触及对方的feeling 我们都会触及对方的感受 触及对方的感受 就是他的feeling 他的feeling 触及他的feeling 就是说 所以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常讲 你当记者 你去问我部长 哎部长部长能不能对今天下午跟美国人谈判的结果做个评论 这话是不痛不痒 部长回答你no comment就好了 可是我说部长部长部长你表情看起来非常不好哎 是不是谈判一无所获 你知道吧 你是不是感情表情看起来非常不好 是不是谈判一无所获 你自己问自己 应该第二个问的方法比较能够勾引起你回答的冲动 对不对 因为他触碰到你的feeling 触碰到你的feeling 所以我问 就算我触碰对方的感受 然后他说我停 这叫积极的停 所以这active listening 这是他的台阶的第二 这个楼梯的第一集 第一阶 第一阶 然后empathy 我们刚刚讲 同理型 然后report 就是跟融洽 就开始有接触了 希望能够有交往 你要engage 你要交往 来建立着互信 然后influence 你是不是影响他 最后呢 behavior change 改变他的行为 改变他的行为 所以他基本上呢 他是认为 他认为这FBI呢 危机处理小组 安抚他的情绪 从这里开始 你要听 你要同理型 你要建立感情 影响他 改变他的行为 知道吧 他的危机处理 是联邦第二局的危机处理的小组 他们的小组 他的这个stairways 他的这个阶梯 五阶 是这样玩的 Voz指出呢 谈判主要两个功能 他认为 一个叫做搜集情报 information gathering 一个是影响对方的行为 behavior influencing 那他说 如果你能带领对方走上 行为改变的阶梯 那每上一阶 就能建立更多的互信的联系 所以你要慢慢的 所以所以你不是同理 同理心呢 我跟你讲 很多人学会 很多人学会同理心 没有问题 这个也教你同理心 没教你同理心 但同理心 然后呢 对不对 同理心不是原地踏步 同理心只是一个部分 然后再往前走 好 而所有 所有谈判中 最甜的两个字 他觉得呢 就是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最sweet That's right 不管我讲 That's right 还是我引诱对方讲 That's right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 他没有说哈佛 最喜欢讲的字 Yes 他不喜欢哈佛这套 他也觉得 如果今天还没有谈到结果 人家就说yes 你要小心 事实上yes后面可能是no yes并不等于 我真的同意你 所以他这么没有讲到yes 他也不喜欢讲win-win 这点我们再说 但我跟你讲说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这是一个很甜的一个字 但有意思是 Foss讲 That's right 是所有谈判的成功战略 是winning strategy 你win strategy 你要讲that's right 对方听得很高兴 他讲that's right 你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他讲you are right 那是一个disaster 很有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you are right 不对 因为当我们说you are right 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敷衍 就跟他讲 好了好了 你可以走了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你对你对你对 好了好了 leave me alone 就说别烦我 你对你对 you are r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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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示我不是同意你 我只说谢谢 谢谢主教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就是这个意思 so you are right 他说那是个disaster 但是that's right 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方程式 所以我可能讲that's right 对方很高兴 然后我跟他可能有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说我希望我讲什么 我引诱他讲that's right 我讲that's right 他里面书上就讲说一个药厂的业代 所以就看那个医生 他看医生 他不是去看医生 第一次去看就推销他医院的产品 产品 那医生又没什么好谈的 就切不进去 第二次他再去他了解了 他就没有看医生产品 他就说我上次来看到 你对这个小孩的非常认真 那你是觉得每一个小孩 他给的药都应该不一样 对 每个小孩给的药都要不一样 什么什么 那医生说that's right 他说谈很多 谈很多医疗的 很多医疗的一些理念 爸妈我不是你爸妈 那么谈很多 谈很多医疗的医疗的理念 那很多医疗的理念 那医生当然讲的 你是了解我 深得我心 so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慢慢的双方的越走 narrow的他们的gap 越走越近 就是说你如果当sales 你不要去谈 你不要老谈什么东西 你卖你的东西 对不对 你谈的医疗东西 这边有趣 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 又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但是代表共鸣 可以引导双方越走越近 越越近 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书名 好 我现在谈几个比较争议性的问题 当然我不会 我那书上 我就挑几个点 讲给你听 那么书个十个chapter 那我们一个小时候 不可能把四个chapter讲完 但是我要带各位小的 你看这个书 它有没有参考价值 它当然有参考价值 它很多东西 我们也在问自己 你如果被绑架了 你怎么谈呢 或你家有人被绑架 怎能绑废谈呢 那它有它的价值 但是呢 它里面有几个概念 有一点小问题 你看本书的书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那split the differenc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差距除以二 对不对 那么作者反对 哈佛win-win的概念 哈佛win 它表示这太软弱 他反正 他说并且透过 他说呢 如果你透过 差距除以二的方式 来双赢 是完全不对 你就是想win-win win-win win-win什么 你split the difference 然后那差距除以二 你看 我能够 就算假如说 我们今天跟绑匪 绑匪谈 绑匪要赎金 要15万 那15万 那我没有15万 像那除以二 7万5了 双赢 他说 那你那怎么可能双赢 你应该是零啊 你根本不要付钱的 那么那出院 那么双赢 你被骗了都不想的 但我觉得他 他基本上 那完全 就是Voz这一点 你没有搞对 你知道 我觉得哈佛呢 他误会了哈佛 也误会了 split the difference 的概念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们发现 这里面我们必须澄清 当哈佛讲双赢的时候呢 他从来不是说 split the difference 你知道 所以啊 他是一个概念的 一个置换 他故意的措置 哈佛是讲 win-win 没有错 但win-win 像这样 split the difference 对不对 difference 差距 那就是差距除以二 差距除以二 那win-win 那哈佛从来就没有说 这是这是一件事 哈佛从来没这样讲 那 佛老师就说 我反对哈佛的win-win 哈佛的win-win 是split the difference 人家可没讲 你反对什么 很奇怪吗 那当然哈佛的win-win 有没有争议呢 当然是有争议 以前 以前我们也讲过 宾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就讲 他说每当别人 跟他讲win-win的时候 他就全身警觉性就起来 他就整个神经就惊起来了 为什么呢 当别人跟他讲win-win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哦 你跟我讲win-win 啊你是不是觉得我win太多 你是不是觉得我分一点出来给你 对不对哈 当别人跟他讲win-win的时候 他就很直觉的反应 讲的人是不是让他分点东西出来 所以所以他会他会有反感呢 你知道吧哈 那所以后来我我在谈判课 我也发现 有的时候因为win-win在台湾 也被讲得很腐烂了啊 所以我其实后来我上课 我比较喜欢讲说 我们是不是一起把饼做大 我们一起把饼做大 起码你听得懂 win-win就要想半天 那你的win跟我的win 是不是同一件事啊 通常而且我们最简单讲啊 如果我们接触win-win 他就这样嘛 最简单讲 比如说我在你们家附近开个超市 我为了招揽顾客 我把价钱压得很便宜 那你买到了便宜的货 你你们小区里面买到便宜的货 你赢 因为你买到便宜的货 你赢 我得到你们的好感 得到你们的接受 我也赢 这个叫双赢 赢不同的东西 他从来不等于除以二啊 对不对哈 这是这是第一概念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Vols这样讲的 就有点是误会哈佛了 这是一个哈 第二个 Split the difference 这概念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能用 他讲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他这个讲话也五段 就是一个条子在讲话嘛 你知道吧 很五段 很五段的讲话 其实很多人不是这样 你知道吧 我们想Split the difference 不能用在开头 这是对的 比如说哈 今天你去买东西哈 那老板娘呢 比如说开价 这个一万块 讲了一万块 买个衣服 对不对 买衣服 买衣服 那你本来呢 假如你是零 对不对 那零呢 你说好了 那这样子五千了 你觉得五千 首先你觉得五千 你觉得公不公平 你觉得公不公平 你觉得五千 那对方呢 其实对方不会跟你讲公不公平 他会跟你讲说 那我们现在差距又缩短了 我们中间的difference 我们中间的gap 已经被narrow了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 其实大哥 你都能出到五千了 我们越来越近了 真的我跟你讲 这衣服你买回去穿 你不会后悔的 我们老板从法国带回来的 我跟你讲 他根本 马路上不会撞衫的了 你知道吗 就算撞衫一两件 也没有你穿的这么漂亮 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难得就碰到 这也是缘分 而且青春不要留白 就要把漂亮给穿出来 你错过这个时候 等你再过两三年 完全概念不一样了 就慢慢讲的时候 你开始心动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距离越来越近了 后来呢 后来你很可能买的话 你价钱绝对不会是五千 而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你一开始 谁一开始差距除以二 其实那就是失败的开始 就是输 因为你让得太快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觉得差距除以二 一开始它是不对的 这我同意 可是问题是 而且也有人讲说 如果什么事情都把双方的差距除以二 我们学谈判干什么 他有战术吗 他没有战术 你什么事情都是差距除以二 没有战术可言 那谈判得白学的嘛 好 可是有的时候差距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今天是双方 比如说A B双方 他可能是东东东东东 让到这里 他是东东东 让到这里 他们的战术都用出来了 他用了他的让步 他的让步 他们的所有战术都用出来 他们不是没用战术 但最后卡在就卡在这一块 筋疲力竭 筋疲力竭 筋疲力竭大家都玩不下去 都累了 好了好了好了 算了 那这个除以二 Split the difference 是用在ending ending可不可以 可以 那没有 我们都是 那有人讲说 哎 你要注意哦 Split the difference 从来不等于均分 我们当然知道嘛 当我ending的时候 我怎么会认为 差距除以二 等于均分呢 我也常常不认为 说差距除二 是多公平不公平 你看就逼方来讲 逼方让的比较多啊 对不对 所以逼方是比较弱的一方啊 但弱的一方谈到最后 陷入胶着了 好吧 那就除以二 所以差距 所以这里面概念是这样子 差距除以二 用在谈判开始是不对的 用在谈判ending是OK的 那差距除以二 也从来哈佛没讲过 差距除以二 就是达成双赢的方式 没有啊 所以作者 作者 我现在作者很有意思 骂了半天 但人家哈佛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讨论的 个人意思是 因为他认为双赢的心态 他就是没有谈就准备妥协 就是他这一派 因为你想他的整个背景 Kentucky的Cup 他警察出身 从小就是跟着犯罪啊 打击犯罪啊 他说你们这意思就讲白一点吧 就你们这些文人呢 太软弱了嘛 我们是重逢县政的警察嘛 我们第一县的嘛 你们就书呆子了 就讲一些利益在哪里啊 你要什么谁搞 你搞得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 就看到这本书里面在吵架嘛 但是呢 他就讲说 双赢心态是还没有准备妥协 太软 所以他组装强硬 坚持 就他把他这种叫做愉快的执着 Pleasant persistence 就是坚持坚持 你Pleasant 你得坚持坚持 我再放人坚持来谈啊 然后他讲说 坚持之下呢 有可能逼出对方的各种可能方案 有full range of their options 因为你坚持嘛 那你坚持 那我就想说这样不让步 那我可能有另外一方法 我可能有另外一方法 就是一方如果他非常坚持的话 另外一方他才会 他他谈不下去了 他就会 那这样子怎么样 这样子怎么样 他就各种不同的方案 full range of their options 各种不同的option 才会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 那这个谈判就好谈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这个对不对呢 当然对呀 这是一个这这这这种方法 就很有意思 就我我我不动嘛 你知道吧 我不动嘛 我们常讲说谈判也有一招 那就是闷他嘛 闷他就是我不动 我不动 我让他他去让步嘛 但有个前提啊 你们必须力量差不多啊 想过没有 你若是弱者的话 你坚持 谁理你啊 谁理你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没有讲到一点 你知道 所以但是你发现 那Vos为什么提出这个想法呢 因为他整个的想法 他还是人执谈判嘛 人执谈判嘛 人执谈判在坚持 那于是警方坚持 那么于是你就发现 绑匪在Ranson 在赎金上面 可能就让步就怎么样嘛 对不对 然后然后他就 他根据他的经验 他觉得常常绑匪啊 跟警察在谈 绑匪原来一开始谈的时候 事实上谈的东西并不清楚 他要东西并不清楚 并不清楚 然后每次谈 每次给deadline deadline在延长 deadline在延长 所以东西越来要demand 越来越清楚 所以他的 他的 所以他的想法是 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整个一个cycle 大概是四天 四天 四天就是绑匪 这种谈呢 大概成了四天 四天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当然不要马上让步 你一开始跟绑匪谈 你就双赢 那不是让步 谁跟你双赢 所以你坚持坚持坚持 绑匪才会慢慢的端出来 各种方案 那我们再看看 他事实上哪个破口在哪里 所以坚持 等对方的很多方案端出来 这个都是对的 但是前提是 你们力量不能差太多 力量悬殊太多 没有人理你啊 坚持没有人理啊 那么他也 他也反对先出牌 因为你想嘛 他的整个概念是这样的 他说你不要 split the difference 你不要split difference 所以他也认为 不要先出牌 你先出牌 你就多了一个 被别人攻击的机会嘛 你一出来 比如说别人本来给你 一百块 他本来准备给你一百块 结果你先出来 因为你的 你的视野比较窄 你的经验是有限 那你可能觉得五十块 已经很了不起了 于是你想 我多要一点 我饼开大一点 我说六十块 六十块 那对方可能笑的 牙齿都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觉得 他本来可以给你一百块 结果你只要六十块 他当然就好 所以这就是作者 为什么讲说 不要先出牌的一个意思 在这里 你知道吧 他不要先出牌 不要先出牌 因为你不晓得 那其实也就是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问题 我们叫小饼偏见 small pie bias 就是你把这个饼 想的太小 你觉得饼 这饼事实上是可以比较大 那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你 如果你非先出来不可 怎么办 Vos认为 那可以给个range 比如说他基本上 谈加薪 谈薪水 那我谈的薪水 所以他基本上 他说呢 我给一个range 就是说 老板问我说 你期望多少 你说我大概看到 我也看了这个市场上 像我这样的工作 在top 在十大 在那么大的公司里面 他的薪水 大概都是 假设了啊 都是大概 从五万到七万 五万到七万 那也换句话说 我给个range 我没有讲 那我们公司不是 不是那么大的公司啊 对不对 到我找的reference 五万到七万 那我没有说我要多少 那起码 心里想的 起码你给我五万嘛 因为我看过 104人力银行 我查过嘛 或者哪里也查过 你就这个行情啊 工资啊 什么的资讯 可以查得出来 就我这样的job 我这样的负责 大概都是五万到七万的 这个range 对不对 那于是看对方来谈 那对方如果 他如果 不要给那么多 那于是我们就 话题就转到 非 金钱的部分嘛 别的补偿啊 所以他叫non-monetary 部分嘛 就是说 那如果不能这样的话 那些有training啊 有别的 别的东西啊 那希望我们聊 聊各种options 各位你要晓得啊 各种options 各种可能的方案 都是在谈判时间 脱长了以后 然后冒出来 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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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你是应征者 你也没想到 我是interview的人 我也没想到 可是当我 当我谈谈的时候 options出来 就跟前面讲的 你要非常的愉快的 一个执着坚持 options会出来 但again 同样一件事情 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你这个专长 老板蛮喜欢的 就是老板蛮喜欢你的专长 公司发展 也需要你这个专长 然后才会谈到薪水 他才会想到各种可能的方案 可能的津贴 或可能的补偿 我在价钱上不能满足你 在工资上不能满足你 我在别地方做个补偿 对不对 那条件就是 他愿意做补偿的原因 是因为你已经 把他吸引上桌了 知道吗 那如果你根本没有吸引他 你根本没有吸引他 他根本没有 他根本觉得不想要你 你在那边坚持 他补偿谁理你啊 所以啊 这个观念就差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Ross本身 当时FBI来谈判的时候 FBI他是官 他也powerful 跟绑匪谈判 起码你不会是弱 但是绑匪可能有人质 绑匪也很强 对不对 但是官总是不会比他弱 所以可是有时候谈判 我们没那么强势啊 所以就是Ross就是Ross Ross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有的时候他有局限 就在这里 那当然还有呢 Ross也谈到好 这又是一个问题 谈到期限啊 他说传统上 我们都不会告诉他说 我们的时间啊 我没有时间 但他反对 他表示呢 时间压力是双方的 当我们因为有 因为超过实现 而没能谈出结果的时候 对方也一样没有结果 所以双方都有 都要也感到压力啊 都有都要感到压力 So when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for one side it's over for the other two negotiation 所以他是都有 大家都有压力 都有压力 所以所以他讲说呢 呃 有的时候呢 呃 你要不要跟他讲 你有没有时间啊 他又指出来一个 引用伯克莱大学 一位教授的研究 他只说 若不让对方知道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耗 对方会认为 他还有很多时间 结果反而让他们陷入僵局 但是所以他说 我要告诉他 我没有时间 但是问题是 Vox把这个问题 想的太简单了一点 我觉得他想太简单 因为时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看啊 我们正常状况是这样的啊 我们讲 谁有时间 谁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正常理论就是 没有时间的人 得要装着 我有时间 对不对啊 那就看着 谁有求于谁嘛 比如说 比如说 最近 最近有发生一个事情啊 有一个 有一个单位 比如想找我去上课 他找我去上课 那条件蛮科的 也找不到什么太多人付的条件 他就拜托我去上课 他的上课时间已经定了 然后再跑来找我 比如说八月什么时候上课 你跑来找我 你上课时间已经定了 你跑来找我 那是你没有时间 我不一定要接你的case 我不见得要接啊 我不见得喜欢讲你 你家的case啊 那谁 谁有求于谁 当然他 他让我知道 他时间定了 这表示他没有power嘛 对不对 他没有power嘛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会告诉他说 我没有时间嘛 对不对 好 那他作者说 那他作者什么情况呢 强势的状况 如果非常强势 我今天很强势 你跑来跟我谈判 我看看表 我说啊 我们今天有一个钟头可以谈 来吧 你要什么 我们有一个钟头可以谈 一个钟头以后 我就要走了 啊 我还有下个appointment 我还有个meeting 一个钟头 就是我没有时间 可是这没有时间 是谁的压力呢 你的压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没有时间嘛 但是我没有时间 是你的压力嘛 因为你要说服我 你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嘛 所以我没有时间 但是是你的压力 我无所谓啊 我无所谓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告诉他 我没有时间呢 可以啊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 我没有时间 那是 这是两种 对不对 一种就是 我真的没有时间 那我是比较weak 另外一种是 我没有时间 我压力加在你身上 这时间有很多种啊 对吧 而且以他的那个case来讲 就是绑匪跟警察来谈判 那当然 如果今天没有谈成 也许人职没有放 但是绑匪也拿不到赎金 所以对他来讲 时间压力 警察也可以告诉绑匪说 我有时间压力 这是对的 因为时间压力 是夹在双方的身上 可是除了这种状况以外 就不一定 不一定 包括Berkeley的那个教授 他做的一个研究 也不一定 Berkeley的教授讲说 在谈判的时候 你老是不跟他讲 你有时间压力 那对方以为 他可以跟我慢慢耗 慢慢耗 所以他很多牛肉 就不端出来 不端出来 结果时间到了 结果反而没谈成 那如果我跟他讲 我有时间压力 那他就会赶快端出来 以免后来就没成 对不对 那就是我刚刚讲 我前面讲的情况 就是我没有时间 但是我的时间 变成你的压力 好吗 那所以 所以Vos讲的 相对简单了一点 简单了一点 因为他里面状况很多 他这完全的出身 就是人质谈判 人质谈判 就是这样 好 但是呢 那提到公平 那这个倒是很有趣 因为我们想 我们发现 就美国人来谈判来讲 fair不fair呢 一直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他讲的这点 我非常同意 the most powerful war in negotiation is fair 所以你跟美国人谈判 你可以讲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老美的生命吵架 that's unfair 每次我们听到都挫几雷 ununfair ununfair 后来发现 他根本 我们觉得跟fair不相干 他全可以扯在一块 都跟fair不fair有关 所以fair里面就很多种 你可以fair去骂人 fair这是一个炸弹 可以轰炸对方等等 但是 但是Voss呢 他讲了一点 我同意 他这样子 他介绍了这个谈判 他认为最好的表达公平的问题 讲话是这样 他说呢 我希望您觉得一直被公平的对待 所以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不公平了 请随时制止我 好让我们可以停下来 处理公平的问题 对吧 我是把英文翻出来给你看 就是 就是我希望你觉得 一直被公平的对待 be fairly treated 对不对 但是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没有被到公平的对待 stop me at any time 任何时期你都可以叫停 告诉我 我们来处理公平的问题 够坦荡荡吧 这很坦荡荡吧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其实是谈判可以学的 知道吧 你如果跟别人来谈的时候 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语言 就是尤其你跟老外 老美在谈 他讲公平不公平 你可以先讲 先发制人 避免他批评你不公平 你说我希望很公平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公平 不然你反过来讲 我想你一定也希望 我觉得我们都被公平的对待 对不对 那如果待会儿我觉得 我没有被公平的对待 我们可不可以叫停 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你认为他会讲no吗 你认为他会讲no吗 你说如果我们待会儿 如果待会儿我觉得 我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请问我可不可以叫停 来谈这个 我们来address to this question 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他会讲no吗 不会吗 那你就可以中间叫停了 这就是另外一种 当然在这里面呢 因为他强调心理学 他又记得了一本书 How to become rainmaker 造雨的人 这本书带读者去了解 问题背后的本质 所以他从心理学上讲了几点 其实这点我也非常重要 很有意思 你看比如说 你认为一个baby sitter在卖什么 你说帮人家做baby sitter 对不对 你说保姆他在卖什么 不是看小孩 不是卖child care 不是卖小孩 而是卖一个relaxed evening 是卖一个悠闲的晚上 你认为一个卖家具的在卖什么 卖家具吗 不是 他是一个舒适的房间 和家族相聚的欢乐时光 It causes room for family time 一个锁将在卖什么 他在不是锁 而是一个安全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告诉你说 他就有这点说 你如果当sales 你抓住人 他的情绪 他真的要什么 你卖锁 锁本身没有情绪 安全感的情绪 家具 家具没有情绪 但是这个家里的聚会 这个是一个情绪 所以这个情绪在后面驱动人的行为 所以我们进行说服的时候呢 你要从这里去建造你的框架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业务在销售的时候 可以用的包装的框架 那最后呢 再讲一下 做也用展望理论来说服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吗 他要展望理论吗 那展望理论 那怎么用在说服上 我觉得他这明明 他心理学用的非常好 他先讲啊 他先让对方的情绪定毛在损失之上 他就比较敢签字 以避免损失 by anchoring their emotions in preparation for a loss you inflame the other side's loss aversion so that they will jump at the chance to avoid it 就是他会想办法解决 就是我们人不是有 不是有这个 就是不希望损失吗 我们希望能够逃离这个损失吗 对不对 我们是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avoid的 能够规避到这个损失吗 好 那么于是在这里面呢 那于是这样 损失很严重 所以他过去 他就讲了例子 他本来在哪里边 他本来一个下包 反正总是一个原因 他本来底下的 跟他底下的包商 讲好一天是两千块 两千块 因为他的上包呢 出了什么问题 他能给他五百 那本来 本来你一般都是 但两百 两千 但像我只能给你五百 你一觉得失了 对不对 可是他就讲了很多理由 什么什么状况 说他本来想这个案子呢 这就转给别人了 但从别人 但是想说呢 这个在转给别人之前 我想还是先给你们吧 因为大家老朋友 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什么 那于是这些 这些本来他的 这些包商呢 他在想的 本来是 从你是想两千 调到五百呢 还是说 我为了避免零 所以我至少拿五百 没有鱼虾也好 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五百 因为要不然的话 就找别人了 所以他这一开始 把这个毛 先定在损失上面 然后从这损失上面 引发你心中那种 避免损失的 这种心理的 这种驱动 心理的这个力量 然后你就选择说 好吧 那我们就 就接受你这个方案吧 所以也就是我 他也介绍了很多例子 我只举几个例子 摆出来给各位看 就是他从心理学上切入 他讲了很多 这个心理学的例子 你可以找他来看 而且可能对各位的 商业谈判有点帮助 然后你也看到说 他跟哈佛大学的一个 一个对话 或者一个批评 但是我也觉得 他对哈佛的批评呢 不全然公平 但是他代表是 两种不同的派系 两派不同的一个讲法 但是我们反正是运用 各取其长嘛 那我觉得都还都还可以用 但是呢 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这本书蛮有价值 可是也因为他的经验 是单一的经验 都是当警察 当ABI的经验 所以他的经验局限 他很丰富 是很多人质谈判的经验 很丰富 但他终究是在 人质谈判这一行 所以不管在 旗线啊 在双眼 有些东西呢 我觉得他有 他的天然的限制 但是你如果 把他限制拿掉 你去看他 挑你喜欢的 有用的部分来看 我觉得这本书 还是蛮有价值的 一本书啊 好所以大概来讲 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读书会的部分了啊 那么一个小时 我再也帮各位 大概简单的就抓一下 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况 那么看看 不要各位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comment 或什么问题 好我看看 我看看聊天室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什么问题来看啊 好 基本上 OK 那基本上 如果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我再就告诉各位哈 大家来抓一下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想各位 你跟着我的读书会这么久了 但也慢慢抓到 说一些派系嘛 一些派系 就这一派是怎么看法 那一派怎么看法 那么慢慢的几个重点 那么我下个月 我再挑一些新的书 因为有些出版社跟我联系 他说 哎 有些新的书可以拿来 我们来读哈 那 或者我再挑几个不同的派别的 这个谈判的 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做个做个解读 好吧 OK 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子了 我们也耽误了一些时间 五分开始五分结束 那我们现在就 可以请问老师个问题吗 好啊 好啊 可以啊 老师因为我们如果 就是企业想邀请老师来演讲 会有机会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跟老师联络 你打电话到和风 因为我的 呃 零二 二三六二 二四一一 打五二或者二三六二 五二三一 五二三一 你打到我和风 和风谈判来 来问就可以了 啊 就是大概 呃 短很短效的 短时间的一个讨论这样子 希望 跟老师可以 短时间的 这很有意思 你说短时间讨论 是跟我讨论内容 还是要我上课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 就是仲介不动产人员 那他们可能会有面临到一些 谈判的一些 一些想法思维上 但是长长时间我想说他可以去上老师的课 但是如果说有些 短短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可能30分钟45分钟的一个演讲 这样子就好了 呃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那如果一个小时之后 那我们线上就可以了 对对对 呃好吧 那反正你再打电话来排 我们来看看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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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客气 ok 好吧 那这个 还有没有什么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先停止共用哈 好 我看看还有还有什么 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又晚了我就放各位 我们就放各位上去了哈 好谢谢老师 ok中午愉快 中午愉快 谢谢拜拜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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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谢谢老师 晚安 我们今天报名 下午看报名才二十几个 晚上上来一百 将近130个 大家都 走